我真的不想打這弱智牌位 我真的不想打你 好 了 唉 贏不了啊 贏不了 咳 嗯 要怎么赢啊 在空间是没吃刀的 得找这个人了 这个人得倒 得倒一只台鸡 吃人家啊这个是 给 超努力 停了 傳送就不用想了 說真的 傳送 當然 除非你玩得很熟練 傳送 傳送 你就別想贏吧 平局裡都難 傳送比較難打 你們可能就是打了節奏慢一點 因為像這種節奏太快了 傳送 不好用的 真的給壓好了 拆拆拆 沒了 滾 這機開得這麼急 這機開得這麼急 那就沒辦法了 就覺得有機會了 太急了 他應該是沒什麼對付蜘蛛的經驗了 就挨一刀 再挨一刀 倒一個人 倒地之後那個人是沒有撕的 所以倒地的那個人 能立刻走另外一個走另外一邊 是吧 我跟這個問題就是 你傳送過去之後 你傳送過去之後 你追不上人啊 你沒辦法追上他呀 不是說你傳送了就行了呀 即使你傳送到門 我現在傳送到門 我追的機械師我還是得要需要時間的 我沒有位移啊 所以我說傳送不適合蜘蛛 這童童送乾杯 就是他不適合這個版本的蜘蛛啊 當然你是有什麼新的 也套路 或者比較厲害的套路也可以 反正我知道打法 我知道天賦 就是 完全就是 他們修他們的 我節奏比他們快 就行 就搶節奏 跟人類搶節奏 而不是像 像 傳送小丑這樣子 壓迫控場 就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而且 關鍵是 你壓迫控場 那個 你下去之後 你追不到人 這是最騷擾 你只傳送蜘蛛 你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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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適應就行了 反正我這個單位 我自己是適應不了 看人的 看人的 我覺得這個版本 你如果你 蜘蛛得想贏的話 蜘蛛是想贏 不是想平 還是得帶閃現 有時候你前面 第一刀你A不到人 你可以靠閃現 真的是 有機會的 黃衣他有主動攻擊技能 他有套套 他有觸手 他有遠程攻擊能力 蜘蛛他沒有 蜘蛛他只有一些 比較被動的 就拉斯位移 世界四 世界四 其實你世界四 你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帶靈丁 你 就 你反正你的基本功已經夠了 就帶什麼 也差不多的 傳送左右不了局面 因為你傳送下去 你還是得要追人啊 他蜘蛛的問題 不是說你找不找到 是你 你下去 下地 你下地那一刻 你跟其他人之間 跟板 跟窗之間 你是處理不了 問題是這樣子啊 就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那種惡蛋傷害 沒有那種位移傷害 小丑的衝 紅蝶的飛 黃衣的觸手 就沒有那種手段 四階四 打四階 四階四 打四階四 四階五的人 還好吧 就上了打四階一 四階二的人 沒那麼好打 勝利 我相信你們 在四階 四階五的屠夫 勝利基本上都會 都會 都會在六七十以上的 好 上上千 下下千 下下千 我靠 下千 這個耳朵是誰的? 等一下 這個耳朵是誰的? 唉唷 這局怎麼這麼快啊? 唉唷 輸了這局 這局他們吃好快啊 不然可以吃到你 不要吃到你 不然就吃到你 不然會吃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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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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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ечь 以虞 以虞 嗯 以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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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 2 3 3 4 10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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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難處理了 這裡 沙強師 好 這邊 哇 這是結石啊 結石吸不動了呀 他 喔 吸得動 只有一個人受傷 那你怎麼走啊 雞眼同手真的是蜘蛛的唯一辦法了 把人跟雞一起守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他們就要重新收雞了 把他們節奏都打亂了 對吧 多舒服 本來這就是輸了 四刷是有機會的 謝謝 好人輸 他剛剛摸過電子 好 好 你看 這樣子很舒服了對不對 他肯定要翻窗 不打了不打了 哎 真的是 反正一顆星也行吧 一顆半 一顆半的星可以接收啊 哎 真的是 怎麼又點錯了呀 啊 怎麼老是點一顆星請啊 啊 有點到啊 哎 哎 打了 打兩個小時 打兩個小時 排位要尾了呀 啊 哎 閃現效果是 閃現能夠過過過東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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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